如果你羡慕别人的运球丝滑 脚不流畅 而自己拿球却跟机器一样僵硬 脑子和身体各般各样 一直很想练 却不知道从何下手的话 那么这期视频一定要收藏起来 今天季晓军给熊运的分享三个训练动作 可以有效帮你提升旧感 第一种 体前交叉误导运球 球连续地在左右手之间交替运 球由右手往左手运的时候 右脚往右迈出一步 中次弹步 并且在下一次运球之前把右脚收回来 接着 体前交叉再把球运回去 球由左手往右手运的时候 就用左脚往左迈一步 最后把它连续起来 注意 交叉语球和脚步刺弹的节奏要保持一致 只要手脚不乱配合 并且要尽最大努力去提速 虽然动作看着导向 但由于手运球和脚刺弹的方向相反 所以这个训练能帮助你 很快地找到各种变相误导运球的感觉 第二种 反胯下火焰运球 先看尼克扬这两个过人 是不是同一招 而且是不是都非常消散 而他这个帅气消散的动作 正是我们第二个训练动作 在一个反胯下运球后 跳向另一侧 同时前后脚完成快速兑换 改变进入前脚 使自己的出方方向发生变化 这里的重点是 前后脚交换的脚和重置 需要和反胯下换手运球进行配合 刚开始练习可能比较僵硬 但可以同时练习到你的运球协调性 以及运球脚步 相信脚筋熟练之后 你的运球脚步将有质的背韵 最后一种 是大幅度的背后绕球训练 先找两个参招物 比如矿球水平 摆在脚尖面前 先用三次运球跳过这两个参招物 把球运到一侧 然后再把球拉回来 目前使球从背后绕过来 此时会励志手运 继续这个动作 这种大幅度的绕球训练 可以很好地锻炼到你的控球能力 好了 今天的三个训练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收藏本视频 避免练的时候找不着了 我是能帮助你把篮球打得更好的继续运 咱们下期再见